今年是大文豪莎士比亚诞辰450周年 《异想世界》曾经在节目中介绍了很多各地的庆祝活动 世界文明的莫斯科大剧院芭蕾舞剧团 最近就推出全新的《迅汉记》 邀请到曾经荣获国际大奖肯定的法国编舞家一起合作 超过200年历史的芭蕾舞剧团加上国际顶尖编舞家 这个组合要挑战经典剧作 我们一起来看看 莫斯科大剧院最新芭蕾作品在舞台上华丽节目 身着现代设计无意的表演者们 重新演绎莎士比亚的喜剧《寻憾记》 舞者用夸张的肢体动作搭配芭蕾的身段表现 莫斯科大剧院芭蕾舞剧团有超过200年悠久历史 是昔日沙皇和今日俄罗斯国家元首最爱观赏的剧团 这次全新版本《寻憾记》世界首演 是逢莎士比亚诞成450周年 特别邀请法国变舞家Jean Christof合作 他曾在2007年荣获有国际舞蹈奥斯卡奖之称的 国际芭蕾舞艺术界编舞者年度大奖 文明已久的莫斯科大剧院芭蕾舞剧团 与当代优秀编舞家合作 翻转经典剧目带给观众全新感受